其實這個我們前幾天在禮拜天 我們有在討論這個 其實我們都需要 因為我們都很多姐妹都覺得說 我是一個大人 我到那個地方為什麼都讓我 學到那個小朋友的字啊 對 起碼我們要溝通 而是更加的相處 這很重要 因為我們遇到是更加的 不是這個語言 語言我們寫很快 可是我覺得看書上 我多少畢業了 可是我覺得 我只能念小朋友的那些東西 我學不到 其實我會認識這沒有錯 可是我學不到 我怎麼要跟人家溝通下去 對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都一直覺得說 我上次去一個男童 那邊一個人叫什麼大學 也是很多姐妹 他們說我們是大人耶 你為什麼要放這東西讓我們去學 我們又不是一二年級的學生 其實很多姐妹法定是這樣的 所以你比較是用學協法 是可以幫助你們跟家人 對 是跟台灣人相處 對對對 就是這些比較成人的議題 在你們生活上 對 應對進退 是那些小學教材 對 因為我們已經來那麼久 而不是我們剛來 我們有的甚至來十幾二十年的 我們已經 什麼都會啦 講話沒問題 可是我們做中常 還是有問題 因為自在裡面 對 所以很多姐妹都會說 可能我們後來會有這個問題 對 我補充一下 我覺得應該是你要設計 一種成人教材給他們 而不是拿現場的小孩子的圖本給他們 這樣是很奇怪 不是要說他們的背景 可能就是不知道說他們的背後的一些 不是學習的背景 那我覺得那個就是教育上面 要特別去設計研究 對 比較像我們去 我們大人去學美語 跟小孩學美語 那種教材不會是一樣的 我們大人會有整個大人的美語教材 對 可是為什麼他們學中文 確實一樣都用小孩的 他們是大人 對 像我現在去教小孩母語是一樣 如果一二年級也有 五六年級也有 我都有不同 那我都會分不同的成績 對 所以我自己會設法 我要怎麼帶這小孩 因為他們年紀不一樣 對 我甚至還分班 因為我知道他們的 他們的學習的能力還是有欠 或者跟比較大的比 我自己會設法 他們這樣教 好 那我剛剛問那個 那個問題 就是小孩講說 他 你們有沒有被 呃 有決生 歧視他自己的 媽媽的家上的 女年啊 或是他自己不要 認同他媽媽是越南人 或者哪一個國家的 你們有沒有這樣遇到 那如果遇到了 老師怎麼去處理 遇到這種決生 老師要怎麼處理 其實我 你這麼講 我比較有印象 就是說 我在上五年級的時候 社會 好像就類似介紹 有那個 外來的那個 什麼 像什麼 飛翁啊 之類的啊 就有一個五年級的小朋友 就舉手 欸我們家有一個耶 所以我要講的那個是他媽媽 我覺得他因為 我覺得那個小朋友的觀念 是大人給他的啦 那我大概可以推薦的出 一二他在家裡 他媽媽的地位 或是他其他家人 對他媽媽的看過 但是我在課堂上 我就是 就是比如說 你現在講的是你媽媽 那個小朋友就會去議會 我覺得 這需要一些導引 你自己說那個霸凌 為什麼 就剛剛講的 其實有 其實可能會有 但是其實本國的也會有 也不一定就是說 不要去特意去貼那個標籤 因為我有遇過也有 他媽媽是外籍的 但是他其實就很優 可是聽他 他跟他媽媽的講話 其實我很難推銷的出來 他的那個 他小孩子的中文居然這麼 也有 我有遇到另外一個就是說 其實他已經到六年級了 寫了一個大概四十個字的小日記 錯了大概四五個字 還有包括一個是寫住 那可能就是他的可能中文能力 需要一些家 但是最起碼 我比較反應說 我遇到的還不錯 最起碼運動會什麼 他會來啊 他會來參與啊 其實他 即使講話 很明顯他就是外籍人士 但是最起碼 他其實還是蠻多久的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 老師可以四十給他一個導引 但是畢竟 只有在學校教育的部分 在家庭的時候其實 其實教久 你會發覺 其實家大人的觀念 其實是比較多 其實我覺得說 不管這個學生他 怎麼樣去吸食他的 他即使他的父母 或者他沒法接受過 媽媽事業的人 其實這個是有很多 那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因為老師的態度 我覺得老師態度 是影響這個小孩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如果今天 像我的女兒好了 他在學校 他就是把這個作業回家 然後就是請我們指導他 可是我們跟老師的教法是不一樣的 他會認同誰 是老師的 他覺得老師教他才是對的 我們教是不對 他會忠於他 所以如果遇到這樣的學生 老師要多用心一點去幫忙 去瞭解這個學生 和同學 他從哪裡 為什麼他欺視他媽媽 我覺得 可以 是不是從他的家裡 要去了解 為什麼他今天變成這樣 也許他同學 咱會 他同學的家人 也會常說 那個外籍青年不好 怎樣怎樣 所以他們的小孩也不好 這樣會影響到他 會排氣 他會受到這樣 他會害怕 所以他自己會很小心 也許他的阿公媽媽 或者他爸裡面 就是裡面的家人 不是很會尊重媽媽 媽媽 像我自己講的 沒有一個位置在 所以變成小孩 他會看到大人的眼光 他就開始學起來 他開始會從哪裡 就覺得 我覺得我媽媽不是主義男人 其實我會遇到這樣 所以這個很重要 那第二 如果說今天這個學生 其實他是很幫的 可是他在學校 沒有得到同學的 就是上屬模式 他不太會 不太會表達 老師會不會幫他 會不會引導他 因為他很容易得到 就是同學排氣他 甚至霸凌他 那老師怎麼處理 我覺得老師的身分 你應該要怎麼把 吃到小孩去 把跟著學生 融入得好 就是他們可以好的上屬 而不是 因為我看到老師 還是有偏氣的地方 真的 我甚至有寫過一個文章 投到報紙上面去的 因為我有處理過 就是老師覺得 這個學生 他本身已經被排斥很厲害 可是不管怎麼樣 老師都不信任他 還一直質疑他 這個小孩有問題 怎麼樣 如果今天這小孩有問題 你更要去照顧他 你更要花一點心 要去了解他 而不是說他自己有問題 你可以跟他 然後你跟那個 排氣他的那一人 不要去攻擊他 變成他才小學生 他想要退學 他不要念錯了 對 所以那時候這件事情 我很不高興 我就投到報紙旁邊去 我覺得身為一個老師的身份 應該是這樣 我們家長是不放心到 就是 就是 就是把他交給 因為小孩 我們相處現在的小孩 就很短的比賽 比老師跟學生有關係還短的 我們現在晚上才見到小孩 可是老師一整天跟小孩在一起的 所以我覺得老師的心態是很重要的 然後我覺得說 如果說老師們有興趣 去想要關心我們的小孩 還有尊重他們的 他們的媽媽 不管你也就好 我覺得現在不是很多學校都看一方 看越南母語 對不對 那我覺得身這個機會 因為我看透了 嘉義縣這邊很多學校在辦 都是請什麼 請教授 不然就是什麼 留學生來教的 那為什麼不找這群姐妹 他們也很想付書啊 他們也很想出來啊 因為他們也想跟那個學校有關係 可以照顧其他 不只他小孩 還有任何的其他的小孩 那可是我並看不到 他們都會 像我現在在教好了 我在民衆館廠教 那禮拜二 然後 現在 因為他們就是接到那個移民署的 就是我去寄訪 然後連兩連的 可是我接近就看到 他們已經在崇開 以前到現在從來沒有開過 可是我教理大概 這學習已經快到 快到期末了 對不對 我就聽到上個月 他還要在崇清開 然後不同 我不知道 然後他們沒有跟我溝通 然後他果然就開 越南母語 然後教那個 留學生的教 是不是對我打擊很大 因為我在你那邊幫忙 那是什麼意思 就是同學開 開心的班 對開心的班 可是他們學校這麼大 學生來十個 志願來自己十個 那你今天 如果說我教禮拜二 那禮拜三禮拜四 你還要再看 學生怎麼受得了 然後不同老師教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一種尊重 光這一點 讓我覺得很不舒服了 我相信很多學校 我就這樣 很多 所以說 姐妹他們都會發言說 其實齁 我們很想要去 像我自己去當志工一次 人家也不想讓我當 然後到那個地方 人家都很看不起我 對 那我們想要去做嗎 這有意義嗎 你根本就沒有尊重我啊 可是我很有 很有去 那個志願去做 對 我覺得沒有給我們的機會 所以 所以我覺得 因為我們沒有學歷 沒有學歷 就人家會不會看你 對 那 我負數那麼多幹嘛 假如說 民雄現在好了 他這樣福利 那我就嫌你 只要擺佛我 那現在我來幫忙 然後你現在想要 開信的課 然後你想那 有學歷的人來教 然後到底 你那個案子是怎麼樣 你有沒有跟我通過的 你起碼要跟我知道 因為那個課 是我在教的 對不對 他不會 他不會排除我 他不會開除我 其實我覺得一種尊重 他沒有先跟我討論 一鏡頭國 將來還要開課 對 可是因為 就嫌到現在 他們都沒有在做 所以我覺得 我很不舒服的地方 我現在也有在家裡 也有開課啊 沒有退課啊 學生也會跑去那邊上啊 我不是因為錢 我才教 因為我有那個志願 我想要去 培養這群小孩 對 所以尊重是很重要的 我們如果沒有得到 被得到肯定 所以 為什麼很多學校 他們就說 要辦怎麼樣活動啊 姐妹就不來 你看你平常的態度 怎麼對待我們 那我們幹嘛 跨那個世界 要來善於我們的活動 還不是因為 幫你們和笑而已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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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 我真的 因為我常 我已經 我從離婚到現在 是台灣社會給我的經驗 就有學到 那麼多是台灣給我的 因為覺得很重要 因為更多 因為護士向李江沙的女% 女% 又可能 他也會有這種金會 這樣選到 所以他有時候 他就不理你 他是不是很想要說 會上老公比較大 然後這樣今天已盡 那 proxy 已經有依存 人有選 對 然後永遠有色 對 那我想跟妳講的是 在民國務員的妹妹 她18歲後 都沒有教過任何 她就是憲事大 她18歲 所以講他現在40歲 他就是會餓館長 他的肥女快1歲了 我要跟他留那個電話 不好意思沒有電話 就是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鄉下 通常都會娶越南新疆的人 通常都是可能比較 或是會是 知識不足的家庭 不好意思真的是這個樣子 然後那些年年奶奶 就是說我家裡有這個 學壞了嗎 什麼之類的 他不讓他出去工作 他不讓人家任何情況 他連跟我們講話都怕怕的 是因為我們都非常關心他 也會陪他小朋友玩 然後他沒有錢可以吃飯 他去那個早餐店吃完 是他家裡的人過來附行 他沒有任何錢 然後他出來他會被罵 他會被打 如果我們打他就要去他們家的事 你會後輩子打 然後就是又有這樣的女生 那今天你已經長出來了 那麼努力了對不對 你一定要把私信 透露給大家 因為資訊都不足 很多說怎麼辦呢 我都不忘了啊 你懂嗎 所以 當然今天是因為你 跟你的家人 你們會比較清楚 然後就是 你剛剛提的 像嘉義這邊也有 就是教那個 月月男媽媽課程的 我可以幫你去找軍人 然後其實每一個縣市的政府 他都會有什麼可能是 外籍移民的文化劑 然後每一個政府他都會有主管機關 就是丟棄萬案 所以你們就要去找那個單位 真的要很辛苦 這真的很不簡單 然後你們絕對是要集合非常多重用的力量 然後每一年的話其實嘉義市 都會辦這種的活動 甚至偶爾等級 南華大學嘉義大學 那個經費都過去 也會針對相關的議題辦活動 可是很多說這個訊息 我們可能不知道 知道收過了 一定都要去聽 然後你就要跟相關的人員洽談 偶爾這女士為了消化機 就被爸爸去做這件事 他不是真的很有心 可是如果你可以點線念去點 然後每個人都關心這個議題 我們都能夠關心收入到 每個人的權益的話 慢慢的 這需要時間 然後我們就是把每一個人 就是你們就可以去找說 常常會去那邊上課的那些 你們同樣的辛苦你的媽媽 有沒有心 因為很多人其實都很有才華 想要改變 這些人你要把它組織起來 然後到變成說它是你的那個 有點像那個 你的那個下線一樣 說金虹什麼事實 我們這邊怎麼了 我跟你報備 要有一個組織信 不然的話很難 因為很多事情都必須要這樣子 一專一管的消息 所以然後等一下 就是有很多資訊 我想跟你聊 我可以提供給你 所以就是可以幫忙 其實我在講說 我真的很滿就是 就是今年的那個 那個好去計畫 就是因為我就要 我們的 因為前 是 今年才開始 對 是這樣 針對新出名的 再一個句 好 這個新出名的問題 沒錯 兩年 兩年的時間 然後我們嘉義縣的總共有十八劍草 學校有被得到的肯定 可是我覺得是因為他們做這個 到底這個學校有沒有自己願去做 或是他們被弊 然後受他來做的 然後變成我們受的時候 我們要教書的時候很清楚 我覺得因為負責人 不會一直要跟我們溝通 像我現在去家 我是一樣 我就自己邊招打 然後他們 有沒有說 欸我要叫什麼什麼 他們都沒辦法跟我溝通 完全都沒有 然後如果說他被遇到什麼 然後仿視什麼單位來要仿視來查 趕快跟我叫 我要 聽到你明天一定要提供給我什麼什麼的 對 那為什麼一直要配合他 對不對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是很願意出來幫忙 沒有錯 可是我不要以那種應付利用我這樣子 就很不舒服這樣 對 所以我希望說 如果說你們有親 我們偶爾會辦一個小的活動 請我們的姐妹 其他姐妹來 就像我會去我的小孩的班上分享 欸我可以介紹給小孩認識 越南有什麼什麼這樣 稍微簡單的介紹 或者一些點心去請 我覺得老師可以這麼做 讓其他學生可以多學習 欸其實我的同學 他們的技術 還是很精彩 就是說 在影響中 我們的外配是不好的 什麼都不好的 謝謝 我看到老闆在這樣 這是因為時間到了 沒有我想說你也站很久了 應該要換人站 然後你來接受 那個 那個 私底下的問題 尤其我們這些年輕的 未來 是不是 這個 加害人 還是受害人 不知道 我家暴的問題 已經不分年齡 搞不好 大家都要互相關懷 那個 應該 脾氣要改一改 那如果說 你們有認識 就是你們還很年輕 如果想要了解 或者你們有這種 我們有興趣 因為我們都會辦活動 我們都是沒有人通知的 有家庭那個諮詢嗎 家庭啊 兩人四間應該好好諮詢一下 對不對 不只是快 沒有我一直說 因為我們姊妹很獨立 就是我想要退廣什麼 就是用我的名義去找經費 然後我們姊姊一起來辦賬 如果說你們有親戚 可以來跟我們一起 但是喔 可以參加我們的團體 我們沒有中靈名義 那又不知道 我們什麼名義 會 會 我們有一些活動 我們都會放在臉上面 不會變錯人 然後 你們可以加入我 打火得本人的名字 叫本靈軟金頭 我們就可以加入我 我們本來 我很會開那個 老公的 老公課程 因為我就有姐妹 學很多東西的 可是老公都沒學到 男人團體 對 所以我覺得你們有親戚 可以一起來 可以啊 我想罵名了啦 其實 其實不是有壓力 我覺得因為老公 其實有時候他們也是很委屈 他們都沒有 可是沒辦法跟老婆溝通 放手腳 我覺得 開一種 就是讓他們可以 放輕鬆的地方 然後他們互相 聊 就像我們女人這樣會聊 可是他們並不會 那我想要讓他們去一個空間 對 所以我們都會 今年就有這樣機會 我們就有再辦 所以 歡迎我們一起來 加入喔 好 看起來這個 要再做一張報名表 哈哈哈哈 那時候如果 我們 有活動可以透過老闆這邊 可以可以可以 透過那個 拍照的那個 阿輝啊 哈哈哈哈 可以跟我 這個 我們有專門 賣個蛋 好 可以交給大家 我的問題 或者 倒數妹也可以啊 他也是我們的 重要的女子 我覺得那些老師 是不是很面熟 可是我們 真的很重點啊 對 不是很面熟 我在面熟 他一直看到 很面熟到底 我以前也是遇到他都這麼喊 因為資金的問題啊 你只要講這個 你練熟 他就會見得了 那你是不是在難賞和開會 會遇到的 你說 我之前有去民修國小的故事 我也有聽他們說起這個火炬集的話 但是 我覺得有一個因素是 因為現在的國小 他會接到各式這樣的計畫 然後等於是政府 要求這些學校做 他的心理能力 他就要做 所以 我會接到各式這樣的計畫 因為他們真的沒有這種 最大的誠意跟認識 能來配合這件事 就 有一點留意形式 你也聽他們主任上 有在報議說 我們要做這些資料啊 對 他們根本是被避的 對 很多都是被避的 對 我也不會 我了解不是他們這些避接的 他們被避殺了 這樣 所以華達到我們身上 對 因為他們真的好好的 因為齁 在場有很多那個老師 他們都是從外國 還有家庭 對 他們也怕失溫劑 對 因為又9點8 我看 我是不好意思 我怕我的場子 等一下怎麼變得那麼少人 所以 我就 很尷尬 所以我看齁 還是要先喊個咖 然後呢 接下來就變退後台 因為我想 這裡再場 因為我們 躺起來 對 對 那沒問題了 那就對了 那我想 是不是我們一個主持前 倒閣了 那 如果你想對CQ片小 深入了解 剛好兩位導演都在這裡 然後呢 他還有我們這裡庫存 最後一塊 那個 跟郵政 有關係 就是 當年拍攝這個 呃 彰化 就是 多綠連本 所以有機會可以詳細談 包括蘇劍和案 很多的那些拍攝都是 太導演 好 那我們是不是就開放 這個 直線的 變對面 那 對 對 對